插入conif函数 range指的是这个by 里面的这个b2 ctrl 去的向下 那criteria 指的就是这个而已 不是整个 所以这个逻辑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说 criteria 里面是要找的 找他 去哪边找呢 去上面这个范围 在by 里面找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有多个范围 就是说呢 两个范围 那其实我们是先找他 再找他 所以等一下可以向下填满 如果有找到是1 没找到是0 按确定 向下填满 他会自动帮你把 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全部找完 怎么全部都0 可以选错范围 所以这边再插入一下 范围应该是从 这边 应该是第一个先选 这个 ctrl 去的向下 ok 这样的话 这样点两下应该就ok了 他其实速度还蛮快的 ok 然后呢 最后当然你就可以 再针对这个地方做筛选 所以游标记得放上面 然后筛选一下 把那个1的部分留下来 再填颜色 填完颜色之后再取消筛选 再把这一个给删掉 那最后的话呢 我是在录制聚齐 所以特别之后 具体录完之后 这边都有 我也有把那个最后的完成的 那个程式画面等等 所以你在旁边 有个参考解答 刚做动作 基本上大概都把它照相下来 就是两个范围的比对 其实利用主要是 康义符跟筛选 就可以达成了 那这边都有大概 如果你可以参考 程式的部分 我也把它贴在上面 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是今天额外补充的 另外好像同学还有一题 不過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够 各位可以回去可以想想看 在那个上面还有一题是 那个比较变小标示 那么这个上面 比较变小标示 那这个名称 这个 因为这个我自己 随便取一个名称 那很简单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 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假如比下一个还要小的话 那你帮我标示一下 意思就是说 有没有 重向的 6月1号到6月7号 如果它下面比较小 那你就怎么样 把它变红色字 如果它比较大 不用 它又比较小 那就标示 它又比较大 没有 这个 所以基本上应该可以了解逻辑吧 那 我们可能会需要有 有重向的 也有横向的 有没有 一个重向的 一个横向的 横向的话 其实 结果就是内容都一样 只是一个是横的 一个是重的 那基本上 这样的 这个题目 在ecell里面好像 没办法用函数 因为这边会牵涉到 加颜色 函数没办法改变颜色 所以你可能顶多是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但是设定格式化条件还是很难 所以这个地方我像我直接可以写VBA VBA的话基本上逻辑是 for i 等于2到8 如果上面一个跟下面一个比对 如果下面的比较小的话 把它改颜色 所以程式大概只有五行 就写完了 重向可以 横向也可以 那怎么做 我想 最后你可能写个按钮 完成结果 我是希望 在旁边有没有 有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做完了 因为这个小范围还可以用人工 因为大范围不得了 每个这样看 看到眼睛脱窗 还是 还会做错 对不对 OK 所以请各位回去可以想想看这一题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额外补充两题 那回去的话 还是尽可能的 再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还是要多做复习 因为